记者赵蔡周,松和报道高雄是22日发生了一起恐怖凶杀案,一名38岁林姓男子与一名38岁陈姓男子发生争吵,姓拿出预藏的开山刀巢陈男胸腹狂肆,警消抵达时陈男已经失去呼吸心跳。 警方调查后发现,原来两人18年前曾经是好友,但当初陈男偷开林男,租来的车子,结果发生车祸害林男赔了一笔钱,双方因此结下仇怨。 根据了解,林男与陈男两人原本是非常多年的好朋友,但不料2001年,林男租了一辆汽车在陈男去见女网友,陈男却趁他熟睡之际将汽车开,走,还意外撞上了路边骑楼的主子,车商要求他必须拿50多万将车购回,但他当年仅20岁根本无力负担,最后还是林傅出面买下汽车。 租车帮把媚害赔50万,他记恨18年杀好友,这仇不报,跟你同性。 图,记者无意境翻射林男后来要求陈男必须共同赔偿12万元,但,陈男却推诿说没有钱赔,接住还更换手机号码,导致他再也找不到人。 只是林男也没有放弃寻找,多年来透过各种方式找人,还在脸书放话君子报仇三年不晚,我跟你没完没了,当初我好心让你方便,你XX的坑我还咬我,这仇我不报。 我跟你同性后来他2018年10月才透过脸书,找到了陈男如今的居住地点。 他立刻上门催促陈男海前,先写了一封恐吓信放到陈家的信箱,信中提到你再不处理,三天后来找你,接住21日又上门讨钱。 但陈男不但言辞拒绝,还酸说你有证据就来告我,过程中更录下林男坦言恐吓信使他记得,接住到派出所提告恐吓。 林男22日就拿开山刀上门,最后双方谈判破裂发生悲剧。 其实他先前也曾在脸书PO文透露,这笔钱是我家人付的,所以我希望他能还给我家人,又看到他的人希望你们打电话给我,拜托你们帮帮忙,最近我家人不好过,不希望祸害到他的家人,只希望他能出来说这笔钱他要怎么还给的交代。 林男曾经在脸书透露两人结怨的过程。 图,记者无意境翻射,夏同整起事件发生在22日上午录时许,当时林男上门找陈男理论,索讨车祸的12万元赔偿费,结果双方谈不拢发生激烈争吵,他就拿出了预备的开山刀刺向陈男付付,导致对方葬起外露,重伤惨死。 整个凶杀过程,陈男老婆与一对儿女都在楼上目睹,当场喝到说不出话来。 这时有见义勇为的邻居听到楼下有争吵声,拿住棍棒立刻赶下来大声赤喝你不要再砍了。 林男因为这一句话立刻将刀子丢下,邻居看到鸡不可施立刻冲,向前将人压制等候警方到来,但当警销人员赶到现场救援时,陈男已经没有呼吸心跳,紧急被送往医院抢救仍宣告不治,刑凶的林贤则被制服移送法办。